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的自拍照也依旧帅气不减 气质非凡 引得众网友纷纷评论点赞 好看的人怎么都好看 大家也不断叮嘱要多喝水 注意防暑等 与此同时 男神的工作室也发了一组关于钢琴王子的同人手绘 此一手绘一改钢琴王子往日高冷的形象 竟显得他有些许可爱 钢琴王子李云迪因18岁时获得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而一举成名 一直将自己的重心全部放在钢琴上 总是给乐迷与众网友呈现出气质高雅的钢琴王子形象 此组手绘一出 在乐迷间迅速引发热议 大家纷纷询问是否被当好 我高冷的小音乐去哪了 也有乐迷将迷媚之心延续到底 直夸超级可爱 与以往的钢琴王子截然不同 单萌的形象弥翻众人 此次的反差萌形象引起众网友的喜爱 期待钢琴王子之后也能多给我们展现更不同的自己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